花蓮县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成果展 20号是在花蓮小巨蛋举办 同时举办了长者叠杯子的比赛 有来自花蓮全县83个社区关怀据点 600多位银法族长者参加 承办的花蓮基督教女青年会表示 成绩好坏已经不是比赛的重点 是长辈们玩得开心才是最大的目的 由花蓮基督教女青年会所承办的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成果展很不一样 因为来自花蓮全县83个社区关怀据点 600多位的银法长者都来参加叠杯竞技的比赛 阿公阿嬷都卯足了劲 有沉稳冷静完成 有的因为紧张而打翻杯子重来 而为了公平每张桌子还有电子计时器 到场的贵宾们纷纷赞赏这项异于健康的活动 我们花蓮县的长者 目前已经有5万4千多位的长者 能够生活在自主的健康幸福的环境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也一定在这边来期待 我们在场的老大人 在我们社造西以及社区关怀据点的 这个课程活动里面 能够持续的热情学习 今天代表的我们全花蓮县83个 社造据点或者是社造新据点 在这边展现我们一年度来 大家的成果 我们有很多热心热情热血的事工 我们大家同心合力的 把这个成果展叛起来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服务呢 能够让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你们能够满意 除了叠杯比赛之外 活动中也颁发了 年度据点减合得奖的5个单位 也有长辈们的各项精彩表演 而摊位上也展示据点的首作异品 展现了花蓮县关怀据点的创意成果 记者创意采访报道